今天我先不讲动画 那不过我们讲卡通 就是讲海贼王 那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伟大寒道的故事 这几天就是前可能是从两三天三四天前开始 然后呢我某个毛病又开始犯 然后就又想做一点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突然觉得 最近不是有个运动叫Maker 有人知道吗 Maker 知道 我们班都去避雨了 所以那个小顾要签的大家都在日本 他们明天去 那现在都在台湾 那现在就回来看未来的时间 那我就在单上网跟这个讲发一下 各位老师刚才讲过 老师今天想办一个讲座 不是讲座 我说你们毕业之前我跟你们讲一些事情 我们班是要 就全系 全系 全系 要找个教室 就给他 我们毕业之前 自愿来的就好 就是自由参加 你们几个去试试看 处理一下 我觉得 与其谢思燕 我比较喜欢像这样 好 好 那今天 谢谢的部分 老师 六月一号 六月一号 礼拜天 六月一号 礼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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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记得一下这一天 我们班 就班在那里 六月一号 然后农事所 烤个肉 好 那可能要提醒我一下 或發个学习给我一下 好的 那这个 应该没事了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所以 刚刚讲到什么 刚刚讲到Maker Maker Maker是什么 Maker Maker 其实有一本书叫做制造者运动 那本书是那个 一个非常 知名的作家写 国外的 那 他也去开了一家3D运表机公司 OK 那 所谓Maker 其实是最近开始 我们 我们 资讯领域 逐渐新起的一个概念 那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 大概Arduino 开始 我觉得 知道Arduino 是什么吗 那个板子 对 那个板子 对 那个板子的特色是 他是Open Source 他是开放原始码 所以呢 Arduino 让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变得相对容易很多 比起以前 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要用8051 那8051又不能烧 你还得买烧录器 所以 就很不方便 那有了Arduino 之后 其实你要做什么事情 线路接接 面包板擦擦 就OK 所以 慢慢的 你会发现 我们要从前呢 学软体比较容易 学硬体比较困难 那像有Arduino之后 学硬体也容易 甚至 比Arduino更简单的 是像热膏 这种东西 热膏机器人 各位应该好像有上过 你们还没上过 OK 那热膏机器人 你就 就像拼热膏积木这样子 然后 然后呢 设定一下 他该怎么做 然后如果 基本的设定 就可以做简单的动作 如果太复杂 你就写一点程式 放进去 OK 那热膏机器人 也很多小学 开始玩 OK 那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 其实是一个 一个很棒的 机会 什么机会呢 我们看到 之前啊 那个 各位这一届 应该是 高中上来的吗 高中上 OK 那之前我们是 金门技术学 所以都是 高职上来的 比较多 OK 所以我们其实学校 到底是高中 还高职 其实没有分啊 你 我从 从 从金门技术学 变成金门大学 之后 除了学生来源 变调以外 其他的 我觉得其实是 教法 什么之类的 并没有 什么改变 我们并没有因为 从 技术学院 变成大学 然后突然之间 就换了一套教法 换了一批老师 有吗 没有 所以技术学院 科大和大学现在有区分吗 科大和大学有什么区分 基本上没有 可是国外是这样吗 不是 科大和大学是没区分吗 OK 那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 技职已经 已经完全变成大学 我们已经很少所谓真正的技职 学校 几乎全台湾都是大学 那全台湾都是大学有什么坏处 技职 技职 其实还是有它的需求 大学要做什么 各位觉得你来大学到底要学什么 到大学到底你觉得跟技职有什么不一样 就挑跟技职不一样的地方 你觉得 偏理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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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象征 偏理论 那技职呢 反过来 偏始作 对不对 OK 那这个Maker 其实就是始作的 Maker的东西 你一定要能做出来 而不是说 OK 我这个数学试写出来 但是呢 我做不出来 那这不就是技职吗 Maker不就是一个技职的新型态吗 所以我之前一直很困扰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大学化之后 其实整个全国都大学化之后 技职就消失了 技职消失的时候呢 动手做的 其实 强调动手做的 其实就不见了 不过还好 现在Maker运动起来之后 这部分慢慢的又回来 但是不是在学校体系里面回来 而是 在民间 逐渐的又兴起一波 开始 追寻技职能力的那种道路 另外还有一些 一些现象 让民间对这边 感觉特别强烈 什么现象呢 举个例子 22K 如果你今天念到大学出去 也是22K 那 你念高职出去也是22K 你国中出去做也是22K 那 那 大学的价值 就势必是在 你个人的感受和体会 还有你到底学到什么 这件事情身上 可是 有很多人 不是为了这个来大学 有很多人他其实之所以来大学是因为他考上 然后就来 然后就来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只因为考上了就来了这个大学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有没有人你在念 念我们系上之前 你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大学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你不用很清楚我到底会学到什么 你只要很清楚说 我来这边我想要什么 那 到底想要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关系到你 最后你来大学到底 会得到什么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没有那种动力去追求 没有那种动力去追求 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 像今天这堂课 好 虽然其实我在社团里面 我告诉大家说 OK 你可以登记然后不用来 对不对 所以就有十几个人登记了 但是 各位一二三四五六七 现在只有七个人 好 那现在只有七个人 那加上登记的假设是七个人好了 总共二十四个人 选修我们这门课的大概有五十个人 那剩下的二十六个人 也没登记 也没来 去了哪 好 其实我不反对 我其实蛮赞成这件事情 就是 OK 你不要来你就登记 有些人就会觉得 这里面一定有陷阱 老师一定是想要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把我们一网打尽 是吗 我不会这样做的 怎么可能叫你登记 又把你一网打尽 好 但是 我们打成绩还是有个标准 对不对 你没来报告我就真的没办法给你成绩 你没来交作业我就没办法给你成绩 那这很正常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说我们该怎么样给成绩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那甚至各位好像上学期的时候 我印象从维基分的期末考榜 有同学跟我反应说有人作弊啊 所以我们发考卷回去给各位改的这个情况 其实今年我就把它改掉 我就自己改 全部自己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分数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想要的是 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 你的动力 动力来自于哪里 动力来自于你的梦想 所以我一直觉得梦想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你的伟大航道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伟大航道在哪里 那就只能够 上课 来上课 可能不来 叫课 然后呢 即使来上了课 然后一直上脸书 然后 上脸书也好 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还是你只是在混时间 各位的脸书用法跟我可能很不同 我发现脸书都有帮助很大 我在脸书认识了一大堆 我觉得很棒的朋友 甚至像 我有写专栏 那也不是我去找的 都是脸书上面 人家看到我 然后就说 请你帮我们写专栏 所以我觉得一个工具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你怎么去用它 同样的你去玩电动 OK的 那你怎么去用它 如果你今天打的是那个 COSTRA上面那个叶秉诚老师的 Hagemo的那个电动 Hagemo Hagemo是他在上基率统计课的时候 由台大的另外一批学生 就是帮叶秉诚做出了一个电动玩具系统 然后有RPG的游戏 然后你要进去然后破关 然后每破一关 你最后的学习成绩就是看 你到底那个整个破关地图是长什么样 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种教学方式 OK 那所以我一直还没有 没有学生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会自己来 有很多城市 其实我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写 但是我还是会自己尝试来信 OK 所以我不断的做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比如说 我不会动画 但是我开了动画 我以后不会游戏 我还是开了游戏 OK 逼自己学 那我不觉得说我一定要很强 我才可以教各位 但是在教各位的过程当中 我会变得越来越强 第一年我可能教的不太好 第二年我可能教的就不错 而且我发现往往我教的最好的就是第二年 第三年你就把那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结果教起来就太难 大家就学不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怎么学你怎么学我做中学 那除了做中学以外 甚至你要逼自己去教 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 我记得我上次发了一个文 那个文 就有一个那个网友 专门做讲师的 我觉得他回 他回很有趣 我不知道什么文 就是 我爸说 其实我觉得写程式的 就是写程式的人 其实应该要跟那个 就是 就是那种 古式名嘴 学习 你知道 为什么 因为那些古式名嘴 其实呢 他本来就是普通人 他其实 本来呢 根本 通常 没有赚钱能力 也赚不到钱 但是呢 当他开始 教人家怎么赚钱之后呢 他就真的赚到钱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我我们看到的几乎是这样 那 这个东西不要放在股市上面 放回我们城市领域 假如 你今天想学城市 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 你找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不会 你也不会 那怎么办 就是 你说 OK 什么时候我要教你 明天我教你 后天我教你 好 那这时候你会干嘛 对啊 你就只好今天赶快回去学 然后呢 现学现卖 然后明天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交给他 顺便复习一次 顺便复习一次 那我的习惯是什么啊 对啊 我现学现卖啊 然后呢 我学到东西我就交给你 然后就录下 所以你们现在在 我的Blender的 网页上面看到的那些影片 都是这样做出来 我是 动画专业吗 不是 学生不是 但是 有一个特别的 当你很弱的时候 你教出来的学生呢 就会有的很强 那你太强的时候 你教出来的学生 都不会太强 为什么 这很奇怪 我记得那个李安曾经讲过 就是说 有人说 你拍电影这么行 你为什么不来开课 教 譬如说艺术学院的学生拍电影呢 你要说 我有啊 我从前这样做过啊 但是呢 我教的很烂 我教出来的学生 我都认为说 这一个以后一定拍电影会很强 这个拍电影会很弱 这个拍电影会很弱 结果 他认为拍电影会很弱的是谁 那个王小丽 被他认为拍电影会很强的 那个都 通通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说 他不是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他的 他还是回去多拍一些好电影 所以你会做 你不一定会教 往往教的最好的是那些 其实不是真的非常强 因为太强的呢 你会发现他只能教很强的 那 他教稍微弱一点 他就受不了 他没有办法体会 他们为什么不会这件事情 所以谁 教你最容易学会呢 就是他昨天才刚学会 而且呢 碰到了一大堆问题 通通都卡关 然后呢 今天他来教 然后 你就说 你当你卡关的时候 这个 这个昨天我碰过 这个 是为什么为什么 原来是这样 懂了 但是如果你找那个很强的老师 笨死了 这样也不会 这个学生就完了 一下子就 自贼心 挫折到极点 然后从此就说 我不要学这个东西 我不要学了 所以 我觉得 教和学 是一体的 做和学也是一体 我觉得这是技职的一个特色 那其实交和学一体 其实本来就是大学也有这种特色 那做和学一体 是比较偏技职的特色 那大学和技职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我虽然是大学体系训练出来 可是 其实我的很多想法 是天技 为什么 我大学体系训练的时候 我会觉得 那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做呢 老师都没教 他只把理论告诉 这理论 其实我看不到东西 我会觉得 我没有办法吸收 有一些人可以 有一些人可以 哪些人可以呢 今天 昨天 我们学校 有个 新闻 朱金武校益 满疾分学生 选金大 各位应该知道吧 好 这个人 也不是 也不是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他哥哥也在我们戏上 知道他是谁吧 建廷 他弟弟 建童 听说建童要来 那但是 有一些同学 他可以接受这种 考试型的教育 所以 他可以考到七十五级分 他可以上台大 但是 是否代表说 这些同学就是天才 那如果不是 那 为什么他可以 那其他的同学 可能 只有三十几分 二十几分 四十几分 五十几分 五十几分 我觉得 最后的关键是什么 这里的关键 还不是动力 我觉得还不是 其实有啦 有某种 蛮强的动力存在 但是那个动力 不是 不是那种 自我的伟大行道 而是一种 就是说 有些人 他能够接受 老师的要求 他能够接受 考试的要求 他能够接受 体制的要求 然后呢 他就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那这些人想法是什么 跟其他人说 那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我为什么要考这个试 我觉得考试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你如果一直想考试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 当然不可能变成七十五几分啊 应该有点困难 因为你不太会想去做这件事 好那 哪些人会接受考试有意义 哪些人会接受考试没意义 各位觉得 我觉得这是有特性的 有天性的 我很喜欢把大学分成两个 不是大学 就是说 同学分成两边 然后 或者老师分成两边 教法分成两边 这两边 我用 用一个方式来形容 就是武侠小说 特别是孝奥加姆 孝奥加姆里面 的 那个什么派 令狐冲那个叫什么派 喔 华山派 对对对 华山派不是 不是岳不群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岳不群当掌门 然后在他之前的 不是有风轻扬吗 然后呢 岳不群 就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他们 弃忠和剑忠 的 的人 互相争执不下 然后自相残杀 最后 弃忠 然后 剑忠 就被消灭 然后 然后 岳不群就当上掌 或者是岳不群的上 上一任 就当上掌 OK 那我觉得台湾差不多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体系独大 技职体系萎缩 甚至消失 那大学体系就是气宗嘛 气宗独大 大家都去写论文 那那些实作的呢 就消失了 那建宗的人呢 就 就要嘛就是 假装自己是气宗 不然呢 就是 就是 隐姓埋名 不理事实 那这种状况 我觉得很不好 为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也 也影响我们很深 可是美国其实它的 技职体系也是弱 事实上美国技职体系 不那么弱 因为你仔细看 其实像MIT 麻省理工学院 他是技职耶 他是技职耶 他不是大学耶 加州理工学院 其实本来也是技职耶 那麻省和加州 这两个理工学院 他是从哪边引进进来 他其实是150年前 美国在一堆人 他们 他们发现说 自己的教育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其实有教育危机 然后呢 一群人他们去德国 学习 然后 发现说 OK 其实德国这套体制很好 值得美国效果 所以他把德国的那套体制 给带回来 就创立了麻省理工学院 和UCLA 加州理工学院 150年前 所以 我们现在 技职 极度萎缩 或被摧毁的结果是 什么 我觉得跟各位 现在课堂上看到的情况 都有关系 那些本来该去技职的人 只因为 大家觉得 技职没有前途 大学才是 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大学才是比较强的地方 所以 教育部呢 就有一些奇怪的政策 然后那些政策呢 搞得技职都不见 那关于这些呢 其实我写了好多文章 应该有些人有看到 那我在UDN 在自己网站 在Inside 在Pan SCI 其实好像都写过这些文章 那 当 技职 就是 消灭之后 那些本来应该去学技术的同学 跑来念大学 念大学要干嘛 学理论 学理论 对那些 很想学技术的同学 或他本来性相 就比较偏技术走向的 他一定要看到实体的东西 他才会有理解 他看那个虚拟的公式 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些人呢 他就挂了 好 完蛋 然后 他就开始 上课打FB 打魔兽 打LOL LOL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我没有打电动 但是 就是这样 然后于是我们说 OK 那这一代的学生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他们 上课不上 然后呢 也不去追求自己伟大的航道 然后就挂在这里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啊 你看 这个满疾分的同学是怎么样 黄剑筒 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同学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他做的 那他不得了耶 他真的企图心超强 你知道吗 他 已经跟我们学校谈好 谈好什么呢 他要来是有原因的 而且这些原因呢 是我们学校已经跟他讲好的 那什么原因呢 他会在我们这边先上一年课 接下来去成大上两年 所以他是我们学校学生 然后再去 再去 美国的休斯顿大学的超陶底中心 再上一年 然后毕业 之后直接进入朱金武的实验室 朱金武是谁 全世界做高温超岛最强的人 泰青把他的人生未来十五年的规划 通通都规划好 这么多 这种学生他企图心很强 可是只有他有吗 真的只有他有这样的企图心 其他的同学你们都没有吗 只有他有他的伟大航道 你们都没有吗 你的伟大航道在哪里 到底你们的伟大航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是前两天我上剑林的课 所以我就在问他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台中一周的学生 我上次去学生计算金年会 看到一个David Gow 我觉得哇 这个学生好有自信 然后坎坎而谈 而且他大大学一年纪念智管系 他就已经在街外面的网站在 的案子在做 而且能力很强 结果 建廷跟我说那是他学弟 台中一周的学弟 我说 那我怎么看到你们台中一周的好像都很强 是因为他们很强吗 我觉得不是 你知道吗 他说他们学校有个风气 他们会玩社团 所以他们社团就是有这个风气 他们社团就会去找自己的伟大航道 然后想办法去 去达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是中一周 所以现在建篷其实也是中一周来 他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只在于这件事情 他知道自己的伟大航道在哪 建篷可以从高中三年级 他就把未来的15年的路都规划 他一定会这样走吗 不一定 但是他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往后看15年 我想做什么 20年我想做什么 虽然你不见得真的会那样做 我很多时候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之前睡觉 想到什么就起来 睡不着 那我要做一点这个事情 往往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像去年我办城市人杂志 觉得这是一个好想法 他可以列入我的伟大航道之意 今年我要办什么 今年我要办这个 每可行学习中心 好 我告诉各位 这个东西 我说 它叫 它是金门的每可行学习中心 它现在存在吗 你说它存在 它就存在 你说它不存在 它就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跟学校报备 然后呢 刚刚我去柯老师那边 说 你可不可以当我们学习中心的指导老师 然后柯老师说 OK啊 可是 他说 可是 你知道吗 你这样做 可能学校会反对啊 没有问题耶 然后他就想了很多 我说没关系 做了再说 反对 的话 我就扛啊 如果 我们学习中心放在 就放在我们系上 所以九月之后 你会看到我儿子在这边上课 我 我的 我们家的小 小的儿子 大的儿子 我让他继续 继续走 走一般的教育 那小的儿子呢 他很不适应 他不写功课 跟妈妈大吵 每天跟妈妈大吵 然后妈妈一押他写功课 他就 他就爆跳如雷 然后就这样子 你知道我这半年过得很痛苦 每天都听他们在吵架 每天都听他们在吵架 烦都烦死了 然后我就常常也因此而跟我老婆 产生一些问题 有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的功课呢 他说我不是在意功课啊 那个东西是基本的 基本的很 很基本的东西 把功课写完是一件 很基本的东西 难道不是吗 说对呀 可是那是他的功课啊 你没办法帮他写啊 就如果你帮他写了 就变成不是他的功课啦 如果他今天不写功课 去学校被老师打了 那我们也不会说 哎 老师你不能打我的小孩啊 对不对 那就让老师去处理嘛 不能接受 就会压压压压压压 压到我儿子每天都在大爆炸 每天都情绪大爆炸 后来 我跟我老婆一直一直讲 我说你这样下去哦 可能 可能 大概没多久 我的身体 就会出状况 然后就会挂掉 我老婆很难过 然后 因为她 她其实 她的伟大行道 我老婆的伟大行道 其实我也 也可以说她没有伟大行道 但是其实是有啦 什么伟大行道 有很多女生的伟大行道就是 老公平安 健康 小孩平安 健康 你看 这是她们的伟大行道 这很好 有不好吗 我觉得我要娶老婆 就要娶这种 如果老婆一直在去追求我的 她的伟大行道 我就累了 对不对 说我要去矽谷 我要去创业 我要去开跟 雅虎 或者是Google 一样的公司 然后呢 就抛家 抛家气质 然后就去了 对 有啊 有这种人 而且女生 有哦 有那种大姐大 很强耶 知道吗 她为了她的伟大行道 是比男人还要 还要努力 然后还要 还要 可以舍弃家庭 有少数 很少 很少 男生也有不少这样 我现在在网路上 我觉得在FB上面 给我最多的朋友 就是这类型 他们在创业 然后我们都 看着都流口水 我们不能去创业 因为 我如果去创业 那 我说 那我变 今天变这个公司的创办人 我 我 我就是自己 是当董事长兼总经理 兼壮中 这样子 可以吗 各位 你觉得可以吗 我怎么能当总经理 那我就得要把这个工作辞掉 我一说我要把工作辞掉 我老婆就说 请你不要 小孩还小 其实我小孩不小 九岁十岁的 怎么会想 所以其实他一直知道说 我 我有那种想法 但其实 我之前也是一直因为这样 压压压压压 OK 但是 到了 前一阵子 我老婆跟小孩冲突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觉得 你的生命 一直被 压压压压压压 压到一个极限 那个极限呢 再压下去 你就过了 你知道吗 你就过了 你过了 你过了之后呢 其实 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 那你被压压到极限 然后过了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过了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过了 好 所以呢 各位知道我今年 就是最近干了什么事 我前几 大概两个礼拜前 我觉得 那 应该说 从一两个月前开始 我在UDN写了一篇 那个云友大学 OK 云友大学我就想出去 想出去 因为我在这边压了十年了 我儿子从零岁到变十岁了 我压了十年 我不能去追求自己的伟大航道 我已经困在这边十年了 那 我还有多少个十年啊 而且他们十岁 其实可以独立了 所以像前两天 我儿子说 他肚子痛 他生病 他很难过 然后呢 我说好 那我在你去看医生 然后他妈妈去上班了 在他去看医生 在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就说 健保卡拿去 五十块给你 好 那 你看完之后自己走回学校 如果还不舒服 就自己走去保健室 那 如果 保健室还是不舒服 那你就去妈妈那里 因为妈妈也在学校 工作 那 就这样我就 我就走了 我就开车就走了 那 你觉得这样做 应该还好 我觉得应该还好 还好 我觉得应该还好 一个十岁的小孩 应该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还好 我从小就这样 对啊 一个十岁的小孩 应该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啊 他其实什么事情都懂 那 就让他去啊 你一直去担心他 一直告诉他说 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然后一直去限制他 然后一直要他写功课 他的人生就毁了嘛 那到最后他就说 有一些就是 顺从 有一些顺从 就说OK 那 我就跟着爸妈 所说的这个说法 我就这样子 那有一些就反叛嘛 像我们那个老二就是反叛嘛 他会跟你大吵嘛 会跟你 每天炉啊 然后 把自己关在房间啊 离家出走啊 或者是 从学校就逃学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去压他 一直去压他 到最后 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东西 他就只好这样啊 这也是一小段 再过了大概就 顺从 或许 但是还好 但是 因为他现在毁到我手上 哈哈哈哈 还不错啊 因为 我老婆后来我 我们 有很多争持之后 放弃吗 我就一直跟他讲 一直跟他讲 后来我老婆就有点 放弃 你知道吗 我老婆最近在自暴自弃 什么叫自暴自弃呢 就是 其实也不是自暴自弃啦 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 他呢 本来就是回家 然后煮饭啊 三餐给小孩吃啊 之类的 然后 就是 每天都这样 没有说自己有什么特殊的 兴趣啊 嗜好啊之类的 没有 但是呢 突然之间他把 最近他把心力全部都放在桌球上面 一直打桌球 一直打桌球 我们都很受不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像上礼拜 礼拜六礼拜天 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晚 晚上七点 然后呢 礼拜六 就这样打 礼拜天又这样打 打到后来那个 礼拜天 打到五点的时候 我那个儿子都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 我儿子说 爸爸 我们可不可以去 钓鱼 我说好像不太适合 现在已经快晚上 我们可不可以去 去那个 八二三中心 我说 八二三中心五点就关了 然后 然后说 那我们可以去哪里 我们可不可以去阿姆妈妈家 他们保姆 小时候的保姆 他去那边就可以看电视啊 干嘛的 就 就 就 往往 往往 往往长大了还是会很想去 然后 说也不行 因为那个有点远 那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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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妈妈可能没有 没有煮晚餐 然后 后来 后来我就想 哇 那我们去哪呢 我就跟她说 那我们去东东家 好了 我说 好好好 我们去东东家 就 三个人一起去东东家 然后跟她妈妈说 妈妈还不想去 就继续打球 打到七点 就这样 你会看到 就是 我老婆的做法都比较偏 她为什么强制我们打球 因为她觉得我身体不好 那 为什么 她很担心 因为 其实各位来 之前 大概 大概 我儿子六个月的时候 我儿子六个月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老二六个月的时候 我有一次差点死掉 因为气胸 然后里面积血 然后 不知道 以为是骨科 骨科的问题 手不能动 结果 结果后来 差点入诊 后来 后来还好救回来 那我在医院 住了两个礼拜 然后 其实那时候 我差点没救 还好那个 鼠立医院的那个 董文雅医师 很厉害 很厉害 我觉得她很厉害 那时候 我就这样 因为 昏迷 就是突然之间 吃饭吃到一半就昏迷 然后 我知道有意思 我知道 但是我动不了 但是那个状态 其实是没有痛苦 反而进入昏迷状态 没有痛苦 你是有意思 你知道自己 然后甚至觉得轻飘飘 有一道光 之类的 对 真的会有一道光 而且就 水平线的那种 日落 日落的那种 超白的白光 然后 结果 当我进入那个状态之后呢 那个董文雅医师看到 他就跟老婆说 老公 现在一定要动手术 不然 他就变职务人了 然后呢 结果 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个 医院的病房上 因为你开刀 应该去开刀房 对不对 他就在病房上面 就决定要给我插管 然后我老婆就 就跟他讲说 可是要不要 让那个我 我的负责的医师知道 他那时候 那时候本来就要插下去了 然后 然后而且 而且中间还经过一些过程 什么氧气筒倒了 氧气筒出来 什么之类的 然后 然后他就很镇定 罗赖把拿来 然后就锁了 然后就 就要给我插管 后来想 我老婆提醒他 要想 好 送开刀房 找人通知那个 那个他的医师 然后呢 他就直接送我 推我到开刀房 那时候其实我 我知道人家在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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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就说 OK 手术刀 那个管子 然后 那个 气血胸要用一种瓶子 用一种瓶子 就拿那个瓶子来 然后 你知道吗 我其实都听到他们在讲什么 那个护士说 可是 这个 没有那种管 没有那种规格的管 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定 然后 后来他们就搞定 然后 搞定了之后呢 他就 他就开始 你知道吗 他做什么事 他就开始在我身上 鼠 鼠肋骨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找到点 插进去 然后就 插进去完了之后你就不痛 插的时候蛮痛 插完那个刀在里面就不痛 ok 接下来呢 就把那个管子 插进去 再痛一次 然后 又不痛 好 然后他说 那个 那个 董文良 就跟旁边的护士说 危机解除 然后 然后我就在医院 而且他插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他插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预期 我有血胸 比如说里面积血 他没有预期 结果他 第一下插下去 然后呢 那个管子开始插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 怎么会这样 然后 我不知道他们在讲 然后 怎么都是血 然后他就 他就跟那个护士讲 数几cc 几cc 然后护士就说 300 300 然后 然后 后来就 就好了 插进去 ok 这个管插进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气胸嘛 你知道那个肺炮破裂 空气跑进去 那肺炮破裂 空气跑进去的时候 你怎么吸 那个 氧气都吸不进去 所以 当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不插管 缺氧 缺氧 就植物人 那经过 那次的战役之后呢 我觉得 我又重生了 人生观会改变 真的会改变 ok 那我出来又觉得 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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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学校的行政职务 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为什么要 要人家叫我写论文 我就去写论文 我生命要浪费在这里吗 我觉得我不想要 所以 我出来之后 其实 我那年 六月 五月还六月 进医院 然后 出院大概也是六月左右吧 然后出来之后 出来之后 我 八月一号 八月一号 校长发布 那个 人事命令 便算中心主任写我 校长不行 我大病出院 没办法接这种东西 后来我就一直推 校长不能 我没办法 我不能接这个东西 然后呢 比如说 那 你没有电算中心主任 我帮你找 那时候我们系上 有个奖兆庆老师 打电话给奖兆庆 那个 校长 要我接电算中心主任 但是我没办法 我大病出院 然后 你可不可以帮我接 后来 后来 后来我把他的电话 直接 我就直接跟校长讲说 那校长 他 他大致上被我说服 你再打电话给他 结果 你觉得 像我们今年在选校长 我真的看不到 这些 选校长的人 他所提出来的东西 他们大部分提出来的就是 我要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呢 要争取一大堆钱 来让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你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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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 觉得这是 这样做大学可以做得好 我不觉得 他如果 一个校长如果没有他梦想中的伟大行道 他怎么让一个学校变了 我都没有去听啊 其实如果我去听的话 我第一个就问 请问你 梦想中的伟大行道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人 都会给我一个大梦想 那就变政客 那 我有 我有 像这样的想法 我有这种伟大行道的想法 但是呢 我不想 让自己类似 而且我也没有那个资格 所以 我就不能做吗 我不是校长 我就不能做吗 可以做啊 为什么我不能做 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我可以做教育 我要搞个单位 把它当成一个学校可不可以 我觉得 没什么不行 我现在 的做法 往往都是这样 我想到我就做 就做 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我做 我怎么做 那天我在写这个投影片 各位 各位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结果 昨天还有一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叫我去跟他报告 真的是 真的是 快疯掉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发了一个 对 我就又发了一个 尾 然后 我贴给你们 放在动画里面 这一个投影片 你们可以看看我的伟大航道是什么 那大致上呢 伟大航道 好 这边我都跳过了 前面再讲 我 我办了城市人杂志 其实 这个 这个梦想已经 差不多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你知道 梦想完成了一个 你就会有另外一个 你就会有下一个 那我们现在的梦想 其实我们从前都会想啊 我要当贾博士 我要当比尔盖茨 我要创业 我要变成大富翁伟 对 往往我们常常 比较年轻时候的梦想 OK 那 或者是 不然就是把妹嘛 对不对 不然就是我 那 年纪越大的梦想呢 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 比较 会被外在所左右 但是 外在是什么 展膏变美 赚大钱 之前我记得 我在中文院当研究处理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生 她的生日许愿 一句就讲完了 长高变美 赚大钱 好 我觉得她太厉害了 她一下就把所有的愿望 通通都讲完了 但是 当我们现在年纪越到 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 没有那么重要 长高变美 赚大钱 你知道我长高干嘛 我如果变帅 应该不会变美 我如果变帅干嘛 又高又帅 那就是搞外遇嘛 是不是 不是这样吗 我如果今天 现在 我45岁 有老婆 有小孩 我还想变高变帅 我不就是要搞外遇嘛 我还能干嘛 我还能干嘛 我又赚大钱 有没有大钱更容易外遇啊 你知道 多少年轻妹妹 他 他看到你这样子 长高变美 赚大钱的时候 他觉得 心生崇拜 然后那个 那个 羡慕之情就由然而生 然后 然后 之后你 你跟他不小心 就会擦出我花嘛 对 所以 那些东西对我来讲 没有 没有吸引力 因为我觉得 我 很在意我们家庭 今天就算我老婆 变得很丑 又如何 那个东西 其实已经对我没有吸引力 但是 要注意一点 男人有时候会控制不住 要小心 所以 那些梦想 其实 不再是我的梦想 那城市人杂志办完了 虽然他持续是我的 执行的东西 但是 你会追求更 上一层的梦想 OK 那我虽然没有 没有长高变帅 赚大钱 但是 我们也有五指登科 各位知道五指登科是什么吗 我们还没有出社会 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 五指登科 其实是 通常 年轻 应该不叫年轻 出社会之后的人 会 比较的一件事情 那五指呢 就是房子 车子 车子 妻子 孩子 还有银子 那 其实这些 我是觉得 房子我有 车子我也有 有 妻子有 白子有两个 银子 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 所以 偷用就好啊 那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在金门大学教书 我想要什么 我的伟大行道在哪里 我常常想这件事 我的伟大行道在哪里 而且三天两头呢 就会蹦出另外一个伟大行道 那今天 前一阵子我想到的伟大行道 我决定要去做 我不想去比来比去 那不去比这些 然后呢 所以 当我不去比的时候 我就不去做那些事 就不去做那些事 我不要去写论文 不投稿 其实我偶尔会写论文 我现在都不投稿 就是 就算我写的论文 我直接把它看在网路上 那 我不升等 我不接行政职务 OK 你知道大学老师有一个好处 像下学期 我本来 本来 在上上礼拜 排课的时候 我下学期 填了四门课 然后呢 结果 昨天我跟助理说 能不能帮我退掉一门 开放原始码也制了才能去 我说为什么 我说 因为我下学期想做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 我没有时间 上这个课 所以我就退掉一门 那剩三门 剩三门的话 一个礼拜其实只要九小时 九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呢 我就可以拿来做 要做的那件事 所以 开放原始码也制了才全 他本来想说 不能拿掉 后来 我请他问问 可以 先拿掉 所以 你一个礼拜 只有九小时 你的生活 可以过得很轻松吗 可是 其实你知道吗 有一大堆 一大堆的人 他们一直在想说 我现在好辛苦 我现在要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我要一直上班 被老板K的钥匙 然后 然后022K屋干嘛的 然后 然后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之下 所以他就会想说 我一定要早点退休 退休之后 我一定要去海边度假 然后 弄个海边小屋 然后在那边 每天晒太阳之类的 真的让你 退休 然后去海边度假 每天 弄个海边小屋 每天晒太阳 真的可以接受这种生活的人 多少 如果你真的想过这种生活 去当渔夫就好了啊 是吗 渔夫不就是这样 虽然没有很多钱 但是每天度假 在海边小屋啊 然后每次就 就把船开出去 捞一些鱼回来 对不对 然后有鱼汁 然后再拿鱼去 去跟人家交换一下 就有米汁 不就好了吧 但是 这种生活过 你过不下去啊 大部分人其实过不下去 但是他们只是有一个梦想 一直在想说 OK 我退休之后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可以过那种日子 一直退休 这个想法害死人 包含各位 现在 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 其实 如果大家都赚到那个钱 可以退休 那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为什么 那 大家对退休所想要的那个钱 其实 金额都很高 那就代表钱都集中在上一辈 那你们下一辈 不就永远都022k就好 所以 我的梦想先生就来找我 然后 他就开始来跟我讲 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就开始想 有的 我想办一间大学 他就跟我说 班大学要花很多钱 你有钱吗 你知道吗 光是我们学校 这一栋 公学院 好像就是 两三亿 行政大楼 三四亿 对啊 学生住政那些 全部加起来 在我们学校 恐怕已经要投资 二十亿以上了 不还不包含薪水 方式硬体建设 那薪水才是更恐怖的 每年都要 要花 两三亿 所以这个问题呢 梦想先生问得很好 但是我没有解答 所以我就醒 然后第二天 梦想先生他又来 他说那除了办大学之外 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其实一直想做这件事 我们身为一个老师 其实又培养人才 但是我想培养的是 Maker 那问题是我现在自己都还不会 Maker 我怎么培养Maker呢 我是高教体系培养出来的 数学那些我大概都可以教 你们维基分是我教的 对啊 那些我都 都至少说 你要了解没有问题 但是你今天要叫我做一个 像前两天 碰到就是 我老婆 她现在不是在迷 迷那个打桌球 打桌球她就去跟一堆人打 然后就碰到一个教练很好 一个年轻人 她也是职工系 但是她没毕业 她就 她就 退学 不是退学 她就不念了 然后她去教桌球 那个年轻人我觉得其实是很棒 然后呢 她上次看到我老婆 就是跟小孩在争辞 还一直规定她们 一定要打桌球 我小孩又要抱 然后呢 她就 她就说 你为什么要一直逼她呢 她自己跑来跟老婆说 你为什么要一直逼她呢 打桌球应该是很快乐的事啊 你为什么要一直逼她呢 老婆说你是谁啊 她心里就在想 她没有这样讲 但是 其实我觉得她会这样问 其实她是有 她本身就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她一看到那个家长在逼小孩 她就觉得 事实上她是个自由生 但是她真的不喜欢 然后呢 结果怎么样 结果 后来她变成我老婆的桌球教练 然后 我老婆就跟她 我那天跟我老婆讲这件事 就是我要做一个 梅可行的 学习中心 我让她看这份头影片 然后看完之后 她去打桌球的时候 就跟那个教练讲说 我老公要做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后来 我碰到那个桌球老师的时候 她就 她就跟我老婆讲说 如果你们老公要办这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义务 教小朋友桌球和碰论 没有问题 她我的桌球是专业级的 我的碰论是一般级 我觉得 哇太棒了 我们有个老师了 对啊 我都不知道老师在哪里 我只写了一个这样的 投影片 然后 告诉全世界我要做这件事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老师在哪里 对 至少我找到一个老师 很棒 而且我觉得 我看她我就觉得 其实她现在也在 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她在思考接下来 她该怎么走 因为她没有念志工大学毕业 然后呢 她在金门交桌球 交桌球其实 她又很好 她都常常义务教人家 所以 也没拿什么钱 她对她来讲 那个人 没办法这样一直持续下去 那我 而且她又是念志工的 我想 奇怪 这么优秀的人啊 她个性这么好 然后呢 对桌球这么有热情 但是在这个世界活不下去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她说 愿意当我们老师 其实我们本来想做的 一件事情就是 即使所谓的 这个学校本来 就不像一个 或这个学习中心 或学校之类的 其实是一个自学团体 大家来这边学东西 那你不想来 你就不要来 你想的时候 你有伟大航道 刚好就是你的伟大航道 就是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来 我们想办法把它学会 我们一起来把它学会 然后呢 一起去做出想要的东西 然后完成那个伟大航道的梦想 我们想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 我后来就想 那她会想要什么 我们的桌球教练 她会想要什么 她来上课 她如果只教我的小孩 她不是很累 那她也觉得很无趣啊 她只教我的和其他的小孩 可能也没几个小孩 因为敢这样做的家长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找到 只有我一个 真的没有找到 有台湾的 跟我说要 台湾的跟我说要 我怎么再直接 跟她一起自学啊 没有办法 结果 结果来跟我说要的 都是台湾的 都现在都没有找到金门的半个人 所以 各位可以帮我宣传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 有家长有这种想法 请你告诉她 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请她一定要跟我联络 或者是你 你直接给我这个人的讯息 我去跟她联络 好不好 否则的话呢 到时候 到时候 开学之后呢 就发现 哇 只有我儿子一个在那里 其他都是大人 那 我觉得她可能会觉得 也很奇怪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对 我们的桌球老师 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那一个 打 很会打桌球的人 我每天就看他们在那边剪球 剪球 然后 呃 有一个桌球老师给了我们一个 剪球 剪球的那个 就是一个桶子 下面用网子 把它弄起来 然后你那个 那个压压去 那个球就会跑到里面 那就可以 比较轻松的 不用弯腰就可以剪球 那那个是手动剪球机 那但是 以我们而言 我们是资工的啊 对我们是资工的 我们 我们会 Maker不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吗 我们要 要当Maker学校 结果呢 因为 连剪球都还要手动的话 那 不是太 太 没有效益了吗 所以呢 我就跟他讲说 嗯 那你跟我们一起来学啊 我本来就规划了 上乐高 到Arduino这些 你学会Arduino之后 你学会Arduino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动手 做自动剪球机啊 我觉得 诶 这就是一个 虽然不算伟大的行道 但是 但是 他让你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嘛 他等到你成为一个Maker 你就会 有更伟大的行道出现啊 不是吗 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不是我们一次看十五年 不是像那个 那个 刚刚那个 满积分的同学 一次看十五年 那么远的 而且 后来我发现好像 也不是这样 那个满积分的同学 其实是 他爸爸 很强大 他爸爸已经帮他的十五年 都看 看完了 所以 连那个 跟朱金武那些 都是他老爸去谈 所以 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 我们不规划那么远 但是 我可以看很远 但是那些 不见得会 会实现 不见得会 成功 但是 我觉得那很重要 你可以看得很远 我想要朝那边走 虽然我走的时候 胃歪掉或干嘛 但是 最后可能也没有到达 那个 那个目标 也没有真正找到伟大的航道 也没有看到哥尔罗吉的保障 但是又很远 你就出发 出发去寻找你的伟大航道 比起你 没有目标 然后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一生 觉得好得多吧 所以 我就非常欣赏 魏德森 为了拍赛德特巴莱 就这样 想办法借钱 搞到 七亿 给他拍下去 对 中间 经过什么样的问题 全部都 搞定 然后 绕了三百个人 到山里 住了好久 就为了拍赛德特巴莱 其实他在之前 一部就这样做 海角七号的时候 他其实 就很壮丽 海角七号的时候 其实他就 他在海角七号之前 他就想拍赛德特巴莱 但是 没有拍 为什么 而且那时候很糟 很糟 那时候的电影 台湾的电影产业很糟 因为根本就没有电影产业 你连想找个两百万来拍片 都找不到 然后 所以那个魏德森写了 一本书 我还有吗 小导演失业日记 2002年的时候 他真的失业 他没工作做 每天带着一台笔电 出去到泡沫红茶店 坐下来 然后呢 写剧本 写完回家 然后 心情郁闷的时候 就想说 写点 写点 犯想式的笔记 所以在那个小导演 失业日记里面 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导演的失业 你是看到他一直在写一支 黄金鱼 然后 跟斗鱼的故事 他把自己想象成那支黄金鱼 但是 海角七号让他 起来 有机会 接下来呢 把全部的赌注 押在赛德克巴莱 再弄一次 而且他拍海角七号的时候 就跟他老婆说 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像 你知道 四十岁左右的人 特别热情 拍海角七号的时候 就跟他老婆说 老婆 我要拍一部片 这个骗我想很久 一定会当卖 所以 我们把房子拿去抵押好不好 他老婆 其实他之前就这样搞 因为 他在拍海角七号之前 他就 已经跟他老婆做过一次这件事 他做什么事呢 他那时候就要拍赛德克巴莱 然后呢 他就说 老婆 我现在需要请 我想要募资 可是我没有拿出我的作品呢 没有人会投资我 所以 我们把房子拿去抵押好不好 然后呢 他老婆就 同意 他老婆 就跟他讲说 好啦 你是有梦想 像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要 就去吧 不然 老人你会喝 所以 他就去了 然后 他就去 去 热血的 花了两百万 拍了一部五分钟的赛德克巴莱预告片 五分钟 而且规模比较小 没办法 像后来的那么大 只有五分钟 然后呢 那个片子 我看 其实YouTube上面都有 你打赛德克巴莱五分钟 你应该会找到 那部的片子的最后最后最后 重点是那个最后 最后是什么 他跑出一个 如果你愿意投资我们 请跟 这个电话联络 或者是 以下的email 或出去 也是 是 慧德胜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伟大行道的 慧德胜现在说 他要做一个 像 像那个叫什么 美国不是有那种 歌舞剧 音乐剧 歌舞剧 然后呢 一演 就是演三十年的那种东西 然后 会变成一整个的 区域的那个歌舞剧 我忘记美国的歌舞剧音乐剧的 最 百老会 对 百老会 慧德胜现在其实他想把电影 弄成一个像百老会的东西 在台湾创立 过了赛德克巴莱 孟响先生就又来找他 然后 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不弄个百老会呢 觉得 这实在是 非常非常棒的事 所以呢 我想做 培养好的技术人台 然后那个孟响先生呢 就说 他说 带我去你的课堂上看看 现在课堂上长什么样 那我都看了 那这边是 FB嘛 对 那这边呢 这边是网页 所以 我们的课堂上长什么样 其实各位都很清楚 你在这个课堂上面 已经过了 多久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看完之后呢 孟响先生就给我摇摇头 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是去做梦好了 这件事情 没办法 我就问他 为什么啦 他就给我看录影 所以我就看到了 大家都打电动 晚点出 睡觉 所以呢 这个梦想又行不通 第三天晚上 我的梦想先生又来找我 他说 你还有什么梦想 我就跟他讲啊 我是老师啊 我还是想培养好的技术人才啊 然后 梦想先生 当然又摇头了 看到这种情况 一直玩脸书 要培养出好的技术人才 真的很不容易耶 一直玩电动 要培养出好的技术人才 基本上我又不会玩电动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我就跟他讲 我觉得我做得到 你不要小看我 而且我就要突发去寻找我的伟大航道 虽然我不是校长 上课的时候也没有人听 而且没有钱 对 但是 你真的一定要拥有神奇的橡胶 箭的枪 才可以去寻找伟大的航道吗 你一定要长得像鲁夫那样 打都不会死 你才可以去寻找伟大的航道吗 还是你一定要是果实能力者 像那个头断的都不会怎么样的那种人耶 你才可以征服大海得到最后的胜利吗 但是 就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穆想先生会问你 你一定要先成功 你才有足够的资源去寻找伟大的航道啊 你没有资源 你找什么伟大航道呢 不然你的船要从哪来啊 谁要跟你一起出海 然后 我真的想不到怎么回答他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最不会争取自愿 第二个我最讨厌官僚 我连请假单都请假申请不下来 而且我最不喜欢和那些人打交道 那 这是代表说我要先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一定要放弃梦想吗 还是 其实这个只是 我们为自己爱意生活找一个借口 让自己不要去做这件事就好了呢 那我真的一定要先造好一艘船 我才可以去寻找伟大的航道吗 我可不可以 拿一块浮板 然后直接就出发 然后直接 从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 料楼 料楼不行 料楼那个都是船 那个都撞死 应该 应该是从那个 那个 四湖 后湖那边 就这样子 弄个浮板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开始就去找我的伟大航道 各位知道那个四湖后湖那边很危险 尤其是四湖那个 石头 那个礁石那边 上次有五个国中生在那边淹死 五个 那所以 虽然 我们有梦想 但是呢 你也要避开漩涡 不然的话 很快就死了 但是如果我要先去 增加那些资源 我才能够开始我的梦想 那我就变成我最讨厌的人 我就变成那些学乏官员政客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为了梦想 然后成为我讨厌的那种人 然后再来实现我的梦想 我觉得往往就是这样 我们就很调诡 很调诡 那天我问建廷 就是 七十五疾分的哥哥嘛 建童的哥哥 我问建廷 为什么 为什么中一中的学生 都有伟大的行大 很多都有伟大的行大 他们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们都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为什么 中二中 中三中 中四中 中十几中的那些人 他们都没有伟大的行大 告诉我 建廷想想想 他说 因为他们要先变成一中 才可以去追求伟大的行道 因为他们要先变第一 才可以去追求伟大的行道 否则的话 他们没有资源啊 因为一中的资源多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你一定要先变一中 你才可以去追求你的伟大行道 你二中三中都不行 甚至你是十几中也不行 我觉得这个想法会害死 害死一堆年轻人 管你几中 想去 现在就去 如果你今天 伟大行道就是公路立法院 就去公啊 如果你的伟大行道就是要创建一个新的国家 伟大的国家 你就去创啊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变成第一 等到拿到资源 我们才可以去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去跟人家 争夺资源之后 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要先变成我最讨厌的人 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我宁可不要做 我可以挂掉 但是我不可以变成最讨厌的人 梦想不能用来作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借口 不然我觉得 那就是肮脏的梦想 肮脏的梦想 所以 我决定 虽然没有资源 那我就拿个板子去寻找伟大行道就好 虽然没有资源 虽然学校可能不会认同 虽然我没有钱 虽然我没有一间教室 但是这边不是那么多教室吗 一整排的教室 人家没课我就进来嘛 我就来上课啊 我们就利用大家没课的时间 我就来上课啊 真的真的 连这边都不能用 我研究是自己用 再不行回到我家用 如果大学的资源 分配给我们这样子来使用 他会说我不合法的话 那就告我 告我窃取国家资源好了 所以 就算会淹死在半路 我没有认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我有可能因为这样被关奖啊 想太多 所以 就出发去寻找伟大的航道啊 你没有去寻找伟大的航道 你怎么会看到哥尔罗杰的宝杖 你怎么会看到哥尔罗杰的宝杖 还是到底有没有哥尔罗杰的宝杖 谁知道 谁知道 如果板子撑不住了 那死在海里就死啊 反正我已经四十五岁了 再活也没很久 很久我小孩长大 虽然他们只有九岁和十岁 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大 我没有后顾之用 我那天跟我老婆说 如果 如果 万一 万一 老婆 其 就这样挂了 那我就 只能跟你们说 说什么呢 KRISH 剩下的就是你们的事 这句话是谁讲 当初这男人拿着瓦斯桶 要治文之前 跟叶纪然讲的一句话 我现在很能体会 他讲这句话的原因 虽然你们没有那么壮力 我也不会拿着瓦斯桶 就在金门大学给引爆 就算我引爆 我也要找个拖油瓶 一个男人你就要去 为了你的梦想而努力 你不能一直困在这边 困在这边 然后什么都不做 所以我说 我已经过了那个坎 会震亡又怎么样 45岁你知道吗 你到底是要 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挂掉 还是等你老了之后 躺在病床上挂掉 躺在病床上挂掉有比较好吗 被插管好几次然后挂掉有比较好吗 我已经被插过了 而且我告诉你 真的最痛苦的时候 不是他刀子插进你身体的时候 身正开 那一次我最痛苦的时候 是我恢复 我醒来的时候 你知道在手术室他给你麻醉 麻醉完之后你恢复 你意识到说OK 我到底是不是活着 你想要挣扎 但是你一挣扎 你会发现 好难过 为什么会难过 你知道呼吸器 直接插到你的喉咙 解救针 他们会急救插一根针在你身上 然后身上全部都是管子 全部都是电线 全部都是呼吸器的那些 为了要救你的东西 这时候你醒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OK 我没办法呼吸 我没办法呼吸 因为你是被 被那个呼吸器 所所维生的 但是你的本能上面 你就会觉得 我如果不呼吸 我会死掉 可是你就真的没办法呼吸 因为是呼吸器去送 送给你 所以那时候我醒来之后 我就挣扎 我就一直要 要找人找不到 后来那个护士小姐来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能动 因为我全部都被被插住 然后我老婆 护士小姐带我老婆来 然后她就说她很不安 然后我老婆就来 问我 她就问我说 那你是怎么样 你要怎么 我那时候不能讲话 用呼吸器插在这里 插在直接你的喉咙里面 你怎么讲话 全部都管子还蛮粗的 没办法讲话 然后后来我就用笔 笔都没办法 我老婆拿了一张笔 按笔给我写 我就写 我写 跟她讲说 我 有痰 就卡在那边 我会死 我被痰卡死 但我没写那么多 然后只写了一个字 我忘记我写了一次 然后呢 我老婆懂了 她就跟那个小姐讲 小姐来帮我做谈 抽了一次 然后呢 我觉得还是很难过 还是有 因为有个东西卡在那里 一直觉得有谈 事实上不是 是呼吸器卡在里面 然后我就跟她讲说 我没有她讲 我就 怎么样 就是 我就一直在跟她比 然后我老婆说 你还要抽 对 我老婆叫她再抽 她说不行 二婚姓再抽下去的话 我的气管会坏掉 所以那时候 其实本来是最难过的事 后来 我老婆把那张纸 拿给我看 我自己都看不懂我写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我老婆知道 我要抽谈 所以我想说 我们趁活着的时候 可不可以 去为小孩创造一个好的交流性 可不可以 其实我觉得 我们也不用为他们想那么多 可是你要给他们有足够的装备 足够的能力 这就是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 而不是你为他创造一个幽默的环境 觉得不是 你要为他创造能力 然后呢 当他要上战场的时候 你给他 应该给 你不能让他空手去跟人家打仗 让他们可以学到他们想要的技术 得到他们想要的装备 不能拿着一块板子 就要出发寻找伟大的行道 就不行 所以 最后 我觉得 除了给他能力 给他装备以外 我希望他们还有勇气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能只拿一块木板 就去跟那些海军 决战 你知道 海贼网里面的海军 其实很强 所以 我希望给他们一间教室 这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教室 每个人都在这个教室里面寻找伟大的行道 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只要你有心 你在这里就可以学到 其实现在一直就是这样 只是 网路上有那么多资源 但是你自己学其实是比较慢 我们大家来一起学 就很快 你会这个 我会那个 我教你这个 你教我那个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他就可以在里面 得到他追求梦想所需要的能力 他们拥有这些能力之后呢 我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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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的小孩 他可能会开始接受这样的方式 我会希望他还可以保有 追逐梦想的决心 和勇气 而不是他只有技术 只有装备 但是呢 要上战场的时候 要说 不行 会死掉 或者是 那个真的很难 我做不到 没有人可以在装备齐全 毫无风险的情况之下出海 大海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 本来就会有风险 除非 你把它变成一个水缸 上面呢 都不会有波浪 但是这样呢 你的乐趣也就美 就是因为这样 偉大的航道才会吸引 所以 我对你们也是一样 我觉得 你们 就放手去追你的梦想 你的老爸老妈 一定会跟你说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那样 不要 像我老妈也很反对 每次我有什么梦想的时候 你知道最近 都是脸出海 什么梦想 你就去追 你就去po 你就去告诉大家 就去宣传 然后呢 我老爸 七十八十岁 但是呢 我有教他怎么上脸书 他每次看到我的 我要做的事情 他就很紧张 他就找我老妈 然后 我老妈就更紧张 他就要去求神拜佛 就算命 然后呢 接下来就 就会打电话给我 说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做那个 所以 我昨天说 我要不要 我跟我老婆说 我想 把我老爸给疯了 对啊 我老婆说 不行啊 你这样他不是更紧张 后来我没有把我老爸给疯了 我觉得 就算这样 你还是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啊 你的家人反对 你继续去追 他们或许不会同意 你再去追 他们就习惯 你知道吗 当你一直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会习惯 知道吗 他们就 就习惯了 他就 会觉得说 反正跟你讲 有没有用 他就不跟你讲啊 不跟你讲 好啊 那就没有人烦你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想当个伟大的Maker 我要告诉你 我现在不是个伟大的Maker 我现在会的就是写程式比较多 做动画还是非常业余的程度 但是 如果你想当个伟大的Maker 请你来我们 不只是我的小孩来 你们都可以来 下学期开始 我们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们的教室 或许下学期我们上课的形态 我会把它做一个大改变 我昨天就在想 那我要怎么评分 学校一定要叫我有一个分数 对不对 那 你如果来 来上 这个课 这个课不是你的选修 那OK 但是你来上我的课 可能这个课是你的选修 我又想 那 采用那种教学模式 比较不一样 但是我又一定要给个成绩 对 所以 我后来就想到 那我们可不可以发展一个叫做 伟大行道评分法 然后呢 你就自己开一个社团 或者是开一个 不管什么样 你可以寄东西的 好 然后你吧 你到底现在在试什么 你明天有什么梦想 你的伟大行道在哪里 OK 然后呢 你 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去达到你的伟大行道 你看了哪一个网页 你看了 找了哪些资源 你看了哪些书 你 你接下来做了什么 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 你试图朝着你的伟大行道前进 这些过程你记录下来 我到期末 我就看着你的伟大行道 我来打成绩 这样行不行 那 这里一定就会有人说 可是我没有伟大行道啊 你这样子做 我很痛苦耶 我每天都要做一些假数据给你 对不对 这样 老师 无所不在的FB老师 我们无所遁形 所以呢 我想想 那我们就两岸并成 我都是采用这种解法 对 你在起初的时候 就自己决定 伟大行道占几分 其中其末占几分 你自己算 你自己决定 我今天 我有梦想 我就是要朝伟大行道走 那 我伟大行道舔一把 其中其末算零分 可以啊 那你基本上不来考试 你那边零分 你这边有分吗 ok 那有些人说 我没有伟大行道啊 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 那 你就把其中其末填一百 伟大行道填零分 那也有人可以说 伟大行道填八十 其中其末填二十 其中其末填二十 反正加起来一百对 我也觉得这种方法 零分法 可以接受吗 如果可以接受 我下学期 可能就这样实行 伟大行道 平分法 然后呢 我们会教你 如果我们不会 我们就学 事实上 不是我们自己学 我们跟你一起学 为什么建廷他们 台中一中 的电源社 我觉得他们很强 因为听说他们之前 有个传奇的社长 那个社长 哈索 所用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 大家就 就提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去做 然后呢 那个社长 会跟你 看看你 要给你什么帮助 然后 然后就跟你一起做 结果 结果在那个社长 一带 带领的情况之下 他们台中一中的电源社 就 哇 人才记记 耶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上了十年的课 我都没有看到人才记记啊 台中一中的电源社 社长 为什么那么厉害 第一个 因为没有伟大和道 第二个 因为我总是在上面讲 你们在下面听 这样根本学不会 所以 或许接下来我们的教法 会有大改变 我或许会想要绑校台中一中的电源社社长 那样 在某些科 你也可以跟我说不要 那我就给你考试 用考试来评量你的成绩 如果你要 你就说我这学期 要追求伟大航道 我不要来上课 我要在家里做 好啊 你就在家里做 就像我们这门课 你登记一下 你把你的伟大航道网址贴上来 你把伟大航道网址贴上来 然后我就可以看着说 诶 那你现在伟大航道进行到哪里 那我可以帮助你 你随时有问题 就记得信息给我 比如说Arduino不会用 对不对 我们就想办法 动画不会做 我想办法 好那些技术如果不会 其实 一群人记在一起 你会这个我会那个 效果 会加成很多 所以这个暑假 我要去城大 还要去高雄 去城大 我会去找舒文玉老师 我跟他说 我们要办一个 开放FPGA电脑 黑客松 会知道什么叫黑客松 黑客松是我们 资讯 或Maker领域的一个文化传统 就是 我想做一个什么 然后我按个黑客松 然后大家一起来 他来了之后就 就一直做 然后可能用一天 两天的时间 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那 我觉得这种模式 其实是 基本上就是 台中一中电源社 社长所采用的模式 很像 很像 所以 黑客松的形式 我今年的暑假会很精彩 我又要去城大 又要去北汉科技 那是一家FPGA厂商 他上次借我一块板子 我要去那边学他们的技术 我上次跟他们讲 你们的板子可不可以open source 开放原始 结果他们真的开放了两块 啊好不错 有诚意 有诚意 事情就好谈 那我会去那边住 每天就烦他们 烦他们烦他们烦他们 但是 这就是诚意嘛 人家烦你 你有耐心的讲 如果他没耐心的讲 那就没诚意啦 没诚意 我就打包走了 那他是希望说 OK 我能够 在他上面开发CPU 然后开发那些开发环境 那我觉得OK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任何的报酬 但是我的条件就是 你要open source 在open source的架构底下 我们哪有做 这是我的 唯一的要求 那如果我们不会 我们就一起研究 我们想办法把它协会 基本上 这一门课 其实我本来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后来还是有讲课 动画这边我还是有讲课 事实上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 你自己看 然后碰到问题 我们就来讨论 那所以 像以动画这门课而言 我以后会希望说 你们准备一个耳机 尤其是这间教室 因为 你准备一个耳机 你自己看的时候 你不会感到别人 那我上课 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你有问题 你就赶快 是这个 我们就看看 怎么样解决 没有的话就上网搜寻 没有问题 我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是反而比较有效 但是你没戴耳机的话 你不能把声音开点大声 然后大家都很吵 每个人都很吵 就没有办法上 没有办法学 所以耳机很重要 耳机会变成是这种方式的 重要配备 OK 我今天都没下课 你需要下课 自己下课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希望 不只是小学生 好含中学生 大学生 我们都希望说 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这一个 Maker 学习中心 好 那 你去想办法学会 你想学的技术 找到你想要的装备 然后 你有这个能力之后 我告诉各位 当你有这个能力 你要有自信 全世界的其他人 其实不会第一次 你可以直接去戏谷 跟他们合作 你可以直接说我要开一家公司 你直接可以跟创投说 我有什么一个计划 你要投资我五千块 可以 你可以这样做 那些人都是这样做的 都是这样玩的 你为什么不行 费得证 可以弄两百万下去 然后后面说 请投资我 拍赛德克发来 五分钟预告片 就为了做这件事情 结果他失败了 没人投资他 害他失业了好久 他又合法 去做 所以你就带着你的Maker 第二个装备 带着你的笔电 我发现 资工领域要学得好 一定手上有一台笔电 不然你去看建廷 建廷是我们系上 全系 最长 把笔电带在身边 但是他还不够常带 你知道吗 我去学生计算金年会的时候 全场没有带笔电的 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每次我都很困扰 因为我要借别人的笔电 去做简报 你知道吗 那个每一个讲者 都是带着自己的笔电去上台 结果上礼拜 因为要去 我暑假要去台南 我就去拜了一台笔电 如果那些 那些 那些学生计算金年会的人 都有笔电 然后我这个老师 却看起来一点都不像Maker 他不是很迅吗 所以 我就去拜了一台笔电 那至少 至少别人 有这样的装备 我也要有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很强的Maker 但是 说话 可以啊 我强的或许是软体 别人强的是硬体 那我就去找硬体的人做合作啊 就算我们硬体不会制造 我也去找制造的人做合作啊 想办法 反正我们要做的东西做出来 你要做自动检求机 就去做啊 吸尘剂拆下来就拿来吸啊 对不对 然后改造一下 加个轮子 OK啊 可以啊 好 当你有这种能力 你就可以去跟全世界最强的Maker 最强的创业梦想家一起合作 一起竞争 一起竞争 这时候你零几K 不一定 很可能你会饿死 但是 就我所知 矽谷 其实 他非常鼓励这种人 他整个文化创头 什么通通都是 在寻求这样的人 你如果有那种能力的话 绝对恶不思理 我为什么 会觉得要让我的小孩 尝试这样的教育方式 为什么 当然或许有点自私的是 我自己 认为这样最好 然后我认为这样 对他的教育最好 但是我尊重他 我没有强迫他 其实 其实 我在做这一个 我在提出这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考虑到 我们家的小孩 因为我觉得他们年纪 年纪还不到 而且我们老大呢 他年纪到了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他 他可以适应学校教育 不需要 用这种方式 我们的老二 他年纪还没到 我根本就压根没想到他 然后 我在拨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根本 就不是为他做的 可是 那天我就跟他说 那等你五年级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不想念 你就来啊 结果 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 爸爸 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去 这句话让我改变 他想来 我为什么不让他来 所以我后来就想 好吧 向下延伸一年级 变四年级 OK 他今天 会怎么样 不知道 他今天 他 学 机器人 他不喜欢 他学电脑 软体 他不喜欢 那 他说 我要做水电 他说我要做水电 我就想办法 我就找水电老师来教他 他水电不喜欢 他说我要做烘培 我就找做烘培的朋友来教他 他不行 他说他想学音乐 那我们就 找学音乐的人来教他 他通通都试过了 没有一个行的 那 又何妨 他已经探索过自己伟大的行道 所有的伟大行道 他都探索过了 没有一个行的 不可能啊 全世界有那么多伟大的行道 但是有些人 他的伟大行道就是 把老公小孩照顾好 很好啊 如果他的伟大行道就是这个 不是很好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 然后当你去探索你的伟大行道 探索你的伟大行道到有一天 你可能会发现 我这时候在 离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然后你想到 我该回家 你想到 我老爸老妈还等 等我回去 故乡里面的那个美女 还在等着我 这时候 就请你 不管你有没有 找到伟大的行道 不管你有没有看过 哥尔罗杰的宝藏 你可以 回到 这里 回到你的故乡去 然后呢 做什么事 你可以把你伟大行道上面的那些 道险故事 讲给你的下一代听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伟大行道的故事 其实是激发 一个人潜力的最好方式 你告诉那些小孩 这些伟大行道的故事 他们就会向往 变成果实能力者 变成鲁夫 拥有神奇的橡胶就的枪 然后呢 他也要出发去寻找 偉大的行道 他也要出发去看 哥尔罗杰的宝藏 这就是最好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好奇 你有伟大行道你就会好奇 我就会想达成 我就会拼命的努力去达成 我没有伟大行道 一切都不用他 他们就会前波后继的去 迈向他梦想中 那个伟大的行道 所以咧 如果下学期 你们有兴趣就来 我们的那个课 随时你都来 你对我们的没兴趣 其实全 全系其他的课 全校其他的课 你都各的去 校里面的都没兴趣 你想学什么就去 做什么就去 哪一天 你的伟大行道 就是搞革命 就是推翻国家 那你就去推翻他 但是你要先想清楚 你不要说 我去推了 然后被警察抓起来 然后呢 你就后悔 你说 我不应该 其实你不是不应该 去追求你的伟大行道 而是 你要想清楚 你要付出的代价 你愿意付那个代价 那你才可以去 你不愿意 那就不应该去 好 所以我们想要找一些 人 不只是小孩 但是 我们希望 其实 给小孩这样的机会 想找一些人 他们想学技术 而不是学 国英术理化 死地 那如果他们想学 国英术理化死地 也很好 甚至来这边 我们也可以教他 但是 我们不是用学校的那种方式 我们是伟大行道教学法 先让这个小孩去探索各式各样的可能 然后有一天 他告诉我们说 我想去找我的伟大行道 但是我不会这个 来教他 我觉得 这种学习方式 是我比较喜欢 那所以 我们就规划了一个课程 虽然 这个都是 像雪秀一样 你其实 不一定要通过这些 但是我们还是规划了一个 可能的 状况 然后 小学 其实他很容易 就可以从乐高机器人开始 甚至 像上礼拜我去金门高子 看到 他们教我们用一个 叫APP Event 哦 从前在写那个Android的手机的程式 哦 好困难 现在用APP Event 拉一拉 就好了 但是要写大程式不容易 他那个通常用来做小程式 他比较像 像那个Visual Studio 但是他比Visual Studio更 更全部都是视觉化的 用Live 那 我们 接下来乐高会了之后 就可以教他Dino 面包版电子元件 然后教他程式设计 然后呢 这些其实都是不一定要 要有的 不一定要修 然后主要我们要做 他自我学习 他找他的领域去学 然后呢 开始做东西 就一直做 一直做他想要的东西 一直去探索 他的文大行道 那等到国中一到三年级 他国中毕业了 国中毕业几岁 十五岁 十五岁 十五岁的时候呢 他如果想要直接就业 或者是他说我要去矽谷 去探索我的伟大行道 支持他去 跟他一起去 我也想去 然后呢 他一边去还一边学 而且 我们总是担心说 啊这样子 我到时候没办法上大学 各位知道现在有一个叫做自学方案 所以我们就申请自学嘛 申请完之后就飞到西服去啊 对不对 他说集中考要来考 我说 直接跟他商量 你可以给我限差考试 考零分没关系嘛 有考就好 有考你就有学籍在 有学籍在他也不会给你留籍啊 现在没有留籍制度啊 好 OK 考过 丢掉 好 继续寻找 尋找偉大的行道 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这样的教育方式 所以 当你今天 国中毕业就去寻找你的伟大行道 然后 你 你到了 高三 你说 算了 我的技能不够 我得要回来补充一下能力 所以我要上台大 或者是 我直接在 史丹佛 就把他生理说 念 OK啊 如果我要上台大 回来啊 因为我有自学啊 所以我的学籍还在啊 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绝对不是 学校在挑你 是你在挑学校 你想上台大还进不去吗 真的进不去吗 我告诉你 想上台大太简单了 为什么 你不要去念他的大学 大家都在挤那个大学 他的博士生 都没人念 台大的博士现在都招不满 要十二个只来十个 你说他会不会让你进去 你干嘛去念大学 大学就去群找你的伟大行道 然后把学籍保 反正你一定会毕业 然后呢 通通都完了 OK 你就说 我要考台大博士班 我就去 参加个比试 虽然可能只有两分 但是 他录取 十二个 只有十个来到你 你会不会善 他们要你挣扎 为什么 其实他们每天都在挣扎这件事 我能让他进来吗 这样 我台大不就毁了吗 可是 我不让他进来 我就没有学生了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阵子 一大堆科系每天都在挣扎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那个开了说师班 没有人来念 想办法求神拜佛 就把那些人 找进来叫他来念 教育搞到这个样子 那个有什么价值 你还怕进不去台大呢 所以我们会申请自学 让小孩 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学国音素理化实地 然后时间省起来 做自我探索 学Arduino 学你想学的技术 学水电水 学翁培 学英文 我们学家有挖柱 我们的科系其实还蛮多 你爱学英文 有应用外语系 你爱学电子电子系 你爱学机械 我们没有机械系 但是我们有资工系 有电子系加起来 机械也可以 你想学建筑 我们有建筑系 有营建系 我觉得我们学校 其实是一个 全方位的学校 之前校长在问我说 技职还是大学 你觉得我们学校比较适合 我说其实 以我们学校的组织来看 是大学的 而不是技职 这样做的话呢 小孩会找到自己伟大的行道 或者找不到 但是他们 必须要去试 不能说我都不是啊 我只要每天在这里 打电动就好了 小孩最想做的 绝对是这件事 每天在家里打电动 什么事都不要做 那我们也不会这样纵容他们 你来这里 你就要去寻找 寻找你的伟大行道 或许有些人的伟大行道是打电动 他得要说服我 他的伟大行道是打电动 他想要成为电竞高手 那我就真的让他去打 但是呢 我就要让他跟最强的人打 最强人打完之后 他知道自己很弱 他搞不好觉得没有 没有乐趣没有信心 那就放弃了 换个伟大行道 如果他跟最强的人打 他还打赢 那这个小孩 我觉得他真的可以从事电竞发展 所以小孩在这样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变成技术很强的那个 他可以在全世界的技术舞台上面 发光发热 成为顶尖的技术人 我说的是技术人 我说的不是政治人 政治人需要的那种能力 我们这边大概没办法 因为我不知道 黄金瓶之类的这种人 需要什么能力 可能是 瞧事情的能力 每天都在瞧事情 可能是 黑白两道的能力 各位知道我们 全台湾 各县市的议会 议长几乎都是黑道 我这句话讲出去 应该会被麻烦 但是 很多都是 当然啦 我不能说的太绝 还是有一些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存不存在 好 这样做也会有一些缺点 我不能把把一堆学生找来之后 然后说 这个好好 这个超棒的 然后呢 那我完蛋了 我一定要复整 所以绝对不是很 这样就很好 他没有伟大航道 他来这里也没有用 他不想探索伟大航道 他来这里也没有用 那这样做还会有缺点 还有副作用 他的学业成绩应该会变差 因为国音处理化呢 我大概就只会要求他们 你把课本看一遍就好 看完OK 你觉得你会了就好了 不会的话就做自己的一些地方 那国音处理化死地生输之后 他可能到时候要回去 他就会不好接上 这绝对是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才要申请自学 他虽然不容易接上 但是他不会中断 他还是可以继续回到学校面 他不会中断 所以我会帮我自己的小孩 申请自学 我这两天就在写他的申请单 因为他填的还蛮顿 但是我决定 把他当一个样板 然后把名字那些 那些保密的资讯都拿掉 把那个样板放在社团里面 我已经放了 其实我已经放了 我已经放了 把他放在社团里面 在金门Maker型实验 教育中心里面 然后在档案区 我就把申请在家自行教育申请表 我已经填好的部分 一个公开样板也放上去 好 OK 那 这个是县政府 那边我现在等一下 其实这个文件还真的很难找 我就真的不知道县政府的网站 这个文件根本就 就是放在不知名的地方 还好我有找到 真的是太奇怪了 超级难找 好OK 所以我们想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其实你们都可以加进来 你们都可以加进来 我觉得如果采用这种学习方式 你真的有想要探索 自己的伟大很好 我相信你加进来 你会学到很多 我自己也是 我会学到很多 因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在学 各式各样的人拥有不同的能力 举个例子好了 工业管理系的吴嘉俊老师 我觉得他很有乐趣 他那天跟我们也是一起去学Arduino 但是他告诉我 所以他就可以来教Arduino 很好 其实Arduino到现在 我只会让那个LVD亮来亮去 其他的我还不太会做 那吴嘉俊老师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这边 而且他把那一套都学了 他可以来教我这个 那 事实上 像我 我可以教 比如说动画 我可以教 程式 視窗 之类的 我可以教 计算机结构 可以加FBJ OK 有兴趣我们就可以来上 那 我也跟 柯老师讲 他网路那边 他也可以容许 小孩子进他的教室去上课 但是当然不能乱 乱的可能还是会被赶出来 那 我也会跟赵老师 还有李静塔老师 讲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们应该都会同意 那 陈正德老师之类的 我相信他们大部分都应该会同意 李希杰老师 那 当 我们这样说 哦 不过李希杰老师 我可能不见得 会跟他讲 因为他是教育长 到时候他来查我 所以你要交水电费 我就踩 OK 所以 这样的学习方式 我会觉得 或许或许 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坐在课堂上 我们一直听 然后 的方式可能会好很多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季子教育 我们把它跟自学团体 放在一起 而且把时间提前 小学生 直接 上大学 我现在搞的差不多就是这件事情 让小学生直接来大学上课 不是一小天开 真的这样做 所以 你们都可以来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 那 这边的社团 有兴趣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加入 我把它贴到我们动画团 就放在这个投影片的下面 算 另外一个 放一个 这是我们的社团 有兴趣的话 我会引人家进 那这个 如果 是我正式开的课 你还是会有学分的 你可以得到学分 如果 是那种 烹饪之类的 那个系上没有开的 那个大概就没有学分 那桌球 还是我们有桌球老师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打桌球 我们的桌球老师很强 国手级的 而且是志工 他 他一等的伟大航道 或许就是 培养下一代的国手 他很有耐性 非常棒的 所以呢 欢迎你们加进来 这个金门Maker 实验教育中心 这个中心在哪 基本上它是寄生的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 中心的办公室 或者是教室给你 但是我们会寄生在 金大的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 金大不行 要我们交水电费的话 我们就逃离 我缴不起那个水电费 所以我们就逃离 我偷偷用我的研究室 可能太小 把我们家开放出来 或在我们家的外面 搞一个车库 都行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找其他的科系 英文化语系 跟他们借个场地 不管怎么样 谁挡我 我就跟他翻脸 OK 我们今天的课 大概就是这样 好 好 好